京华风云录 京夫子柱 第四卷 血色荆棘 第二十五章 紫光阁国务会议 一个秘书造反 一个秘书自杀 看样子 我这里也是树未到 胡孙要先散了 周恩来提早几分钟 来到紫光阁国务会议室 他要静下来想想近一段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他日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钓鱼台江青方面的压力 何止是压力 是明目张胆的多多威逼 上个月在工人体育场的一次数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 江青竟当着他这个国务院总理的面 突然力声贺令坐在他身后的两名助手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新 副秘书长许明站到批斗台上去 向红卫兵造反派低头认罪 当时 他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他只看到那跟随自己十几年的许明 还有小八路出身的周荣新 祈求保护的目光 江青啊 你七五人七五到家了 你这是公然侮辱我周恩来呀 据说作家老社自杀前 在北京市文联的批斗会上被打得头破血流 拼着老命喊出了六个字 是可杀 不可辱 有一刻周恩来也要疼得站起 大喝一声 江青 是可杀 不可辱 可是啊 他呼得眼前一晃 仿佛看到了江青身后那尊伟案的形影 全党崇拜的毛主席 心里激愤的火苗灯石熄灭了下去 这口气 赌不得也 会赌上自己最后的政治生命 他不得不咬紧牙关 铁青着脸 冷冷地对周荣新 许明二人说 江青同志的指示 听到没有 还不快站到台前去 向红卫队小将 造反派群众请罪 周荣新 许明就那样子 站到台上去了 低下头颅 向首都数万名红卫兵造反派请罪了 而敬爱的周总理 则在他们身后振臂高呼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 向中央文革学习 向中央文革致敬 许明啊 许明 我知道 你和周荣新是带我周恩来受过 你们积极参与了国务院消防队 到处去平西红卫兵舞斗 保护老干部 而服了江青娘娘的圣意 事后 你还没有来得及听我解释 当时那样做 正是为了保护你们 满足了主席夫人的痊愈发泄 他或许就不会深究了的 我周恩来要是和他当面顶撞的话 就连我自己也保不住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近年来 主席对夫人江青言听计从 江青提出打倒谁 谁就一定被打倒 陶柱在党内已经排名第四 江青要打倒陶柱 主席就同意了 许明 秀外会中 多么优秀的一位女同志 服用整瓶安眠药自杀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作为国务院分管文教战线的副秘书长 长期以来和插手文艺工作的江青软磨硬鼎 结怨一身 从50年代初江青提出批轻功秘史 批武训传 到前几年排演现代京剧 许明坚持原则 尊重历史 尊重艺术 不大认同江青的为人做派 特别是19年12月 江青跑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审看赵丹主演的新片烈火中永生 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 把该片批的一无是处 并只是不准修改 原样放映 边放映边接受批判 使得北影厂 文化部都很被动 因为事前影片已送中 宣布陆定一 周扬等领导人看过 得到高度肯定 中 宣布又请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珍看了 也受到赞扬 北影厂不服江青的遗址气势 通过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反映情况 请周总理看片子 周恩来看后大家表扬 认为是一部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作品 果然 1965年初 烈火中永生在全国放映 创下票房新记录 获得空前的成功 事后 江青了解到周总理看片内情 更是深恨上许明 也是夫人报仇 为妻不远 文化大革命一来 江青扶摇直上 当上了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江青遂直接向毛泽东告了许明的状 指许明是彭珍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人 形同间谍 于是最高指示下来了 许明是什么人 即行查办 许明啊 许明 我周恩来是你的老上级 没有体察到你的险恶处境 没有来得及安慰你 保护你 你就万念俱灰了 厌世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 你的家庭已经破碎 你的丈夫 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元同志 被打成黑帮 特务 周恩来一手栽培的中央调查部部长 竟是暗藏在党中央的特务头子 你心爱的小儿子因反对中央文革被公安局关押 连你的老母亲也被逮捕 你是身陷罗网 跳不出江青的掌心了 可你连对我这个总理 你的老上级 也失去了信心 没有给我时间 来替你和孔元周璇 从来党内斗争 无情打击 要求革命者具备坚强的生命韧性 近年来这么多的高级干部自杀 就是缺乏这种忍辱负重的生命韧性 于是你吞下整瓶安眠药 两小时后被卫视发现 没等到送医院抢救 身子已经冰凉 周恩来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 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一名女服务员欲进前添茶 问侯 她挥挥手 没让走近 另外 那个叛逆 男秘书陈家康 四川人 也是他一手提拔的 前些日子将清 七本宇暗中策动 中央首长们的秘书造反 揭发首长们的所谓黑幕 陈家康这家伙就看准了风向式的 和清华宽大富 北大聂原子他们搞到一起去了 向中央文革揭发出总理办公室的十大问题 平日一名温文尔雅 人魔狗样的司局级秘书 摇身一变成为一头扑向主人的恶犬 周恩来对自己身边出了这种恶犬 痛心疾首又深恶痛绝 对不起 趁这条恶犬还没有来得及攀附上新主子江青 即以他参加了对贺龙 朱总司令两家的抄家活动 下令中央警卫局予以逮捕 押送回他四川老家做班房去了 来人了 多位副总理 元帅们 二十几名公交财贸战线的部长们陆续进入会议室 他们之中有的竟是戴着高帽子 挂着黑牌子进来的 进门就把帽子 牌子摔在门厅过道上 会议室有茶几 沙发围成一圈长方形 周恩来座位面膝 环绕而坐的是三总四帅 及三位边接受批判 边坚持工作的副总理 李富春 谭振林 李先念 四位元帅 陈毅 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真 以及铁道部长吕正操 石油部长于秋里 冶金部长唐克 国家纪委副主任古墓 等等 周恩来一脸焦虑 疲惫的望一眼堆放在门口的高帽子 黑牌子 说 开会 今天能把各位找来 很不容易呀 你们有的是直接从批斗会上来 是我要求傅重毕同志派位数区部队去接的 你们把高帽子 黑牌子都带来出席国务会议 很说明问题 有的同志则已经不能来了 说着 周恩来看一眼几张空沙发 往常 那些沙发上坐着陶柱 贺龙 伯一波 乌兰夫 张林芝等人 中央常委 副总理李傅春插话 有几位部长 是总理向中央文革那边打了包票 才要回来的 周恩来面戴七荣 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 对不起大家 煤炭部长张林芝同志老红军出身 伤重不治 中央党校校长林峰自杀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颜红彦自杀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魏恒自杀 河南的吴知浦 安徽的曾熙胜也都死了 我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呀 他没有提到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的事 座中 副总理 元帅们 各部部长们已是一片抽气之声 仿佛体谅总理的苦衷 大家都不敢哭出声 周恩来自己先肩一起来 望着门口的那堆高帽子和黑牌子 仿佛还在盼着某位老战友 老下属能匆匆赶来 随即 他稍稍抬高一点声音 好了 能来的 都来了 不能来的 也就不等了 大家都替我把眼泪收起 把头昂起 工作还要靠我们这些人去做 我去年就讲了 为了党和国家 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要不怕下地狱 不瞒各位说 我别的都不怕 最怕铁路 煤炭 石油 钢铁这几大部门出现大罢工 那一来我们国家就瘫痪 吕正操同志 你先谈谈铁道部门的情况 吕正操原为东北军张学良部下 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 一年加入中共 成为八路军将领 1955年获受上将军衔 并任铁道部长兼铁道兵司令员 他说 我已经挨了十几场批斗 不理的造反派红卫兵逼我交权 我告诉他们 铁路交通是国家的经济大动脉 只有毛主席 周总理下命令 我才可以离开工作岗位 因此挨了他们的牛皮靴和铜头皮带 还好 没有重伤倒下 如今是造反高于一切 大于一切 要革命不要生产 铁道部属下有14个铁路局 32条线路已经半身不随 动弹不得 因为多数火车司机 调度员 搬道工 机修工 都参加大串联 大造反去了 鱼坤铁路 香跪铁路停驶 连抗美元月的战略物资都卡在半道上 运不出去 周恩来埋头记下要点 接着说 下面 冶金部 唐克同志 你尽量剪短点 唐克说 好 我只汇报几句 现在冶金系统停工停产现象严重 全国钢铁日产量已降至50年代初的水平 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安山 本西 辅顺三大基地工人造反派为抗议走资派的所谓政治迫害 实行大罢工 这三大基地的炼钢炉在日本人投降 国民党撤退时都没有熄火 都完整无损的保护下来了 今天却熄了火 一炉炉钢水冷却 凝固在炉子里 报了费 一座炼钢炉重建 需要花费好几千万元 加上好几年的时间 周恩来坐着笔录 手指在颤抖 他回过头去对秘书说 通知空军无法现司令员 替我准备一架飞机 我晚上去安钢 说服工人造反派恢复生产 也可能把几派投投接到北京来谈判 下面谁讲 煤炭部没有来人 谭老板 你的农林口 日子也不好过呀 谭振林见问道自己 历时气愤的茶几一拍 造反派王八蛋硬乌 我谭振林是大叛徒 黑牌子我扔在那里了 就是带来给大家开眼界的 我谭某人药店学徒出身 二六年入党 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 跟毛主席上井岗山 一路带兵打仗 什么时候被捕过 怎么会是大叛徒 好 不讲这个了 昨天晚上 我在电话里和陈伯达干了一通 质问他 你们不准山东沿海几百条渔船出海捕鱼 到处鼓动停产闹革命 难道要叫全国人民喝西北风 你猜陈伯达和我讲什么 竟讲他这个中央文革组长 是流禅称帝 屠父虚名 我问他陈老夫子 你流禅称帝 干的坏事还少吗 要在战争时代 老子先解决你 周恩来苦笑笑 摇摇头 也只有谭老板这尊大炮 如今还敢放两炮了 有的是也不能全怪陈伯达 他近段身体不适 由江青同志代理文革组长职务 一直闷坐着的陈毅 这时问声问气的说 我讲句话放在这里 这一代就代定了 就是不代 中央文革也是江青一家子嘛 他女儿李纳是文革办公室主任 周恩来担心口无遮拦的陈老总扯上毛主席 而问 听讲你个元帅外长 带了高帽子去接见来访的尼伯尔王子 陈毅大声说 红卫兵 造反派不准我脱下高帽子吗 三反分子这顶高帽子 不准脱就高高戴着 不瞒总理讲 反正是话烂传 国家不惜丢脸 陈毅怕丢啥子脸 我还准备带了高帽子陪外宾去见毛主席 周恩来瞪了陈毅一眼 陈老总 不可以 你要注意自己的情绪 国格人格是一体 下面 于秋李同志 你谈谈石油部的情况 于秋李是人民解放军者名的独臂将军 1959年后转业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1960年绿十万大军会战大庆油田 威震东北大草原 于秋李晃着空荡荡的左臂衣袖 长红了脸堂说 石油是工业血液 个人挂牌子 戴帽子 挨披痘 都不算什么 共产党员活着干 死了算 最叫人气愤的是他们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得到了中央某些人的支持 具体讲 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 总理 你知道吗 现在我国石油日产量 已经降至不及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大庆油田 冰天雪地里 几万工人忍机受动 流血流汗打出的一口口油井 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强令停钻封顶 北京的一些自称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跑到大庆 煽动工人组织造反对 纠斗油田的各级领导干部 他们污蔑大庆红旗是假的 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旗帜 他们还把大庆著名劳动英雄王铁人 王进喜同志抓起来 严刑拷打 逼他交代什么刘 邓 讨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 周恩来停下笔 问 王进喜的铁人称号 是毛主席同意授予的 他是全国工人阶级的典范 现在怎样了 于秋星回答 被打伤了 仍然遭到关押 周恩来手里的笔一扔 站起来大声说 到处私设公堂 牢房 于秋星同志 你马上派人到大庆去 把王进喜接到北京来 住进中南海 不行的话 你去找沈阳军区陈希莲司令员 传我的话 说我周恩来要请王进喜同志进北京智商 军区保卫部协助完成任务 于秋星起立 好 我去执行总理的命令 周恩来绕着座位走了几步 目送着于秋星离去 控制住激动的情绪 说 古木啊 你也有个任务 协助傅春 先念 替国务院起草一个紧急通知 要求一切厂矿企业的工人 干部 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必须坚持抓革命 促生产的方针 坚持八小时工作制 不要搞串联 不要成立跨行业 跨系统的组织 不要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具体规定它十几条 生产绝不能停摆 搞垮了国民经济 八亿人口靠什么过日子 一个铁路 一个钢铁 一个石油 煤炭 这些是骨架和血液 同志们 一定要坚持住 受再大的委屈 也要坚守岗位 绝不能让国家经济垮在我们手上 一直默默地 也是气鼓鼓地坐在一旁的李先念副总理 这时站起来说 傅春同志 我们就领着古木他们 再当一回救火队吧 起草紧急通知去 国家纪委副主任古木却坐着不动 抱怨说 去年11月 不就赶草过一份关于厂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吗 送给陈伯达 康生 江青 他们不同意 指我们已生产压革命 后来由总理送给主席 主席急于否定 我们现在又起草紧急通知 通得过吗 我主要指的是最后那一关 平日很少发脾气的周恩来 这时火了 古木同志 我们总要做最后的努力吧 难道要我周恩来哭着求你 才肯再去起草文件吗 古木慌了 哽咽着喉咙起立 总理 是我不好 我错了 我这就和傅春同志先念同志去 周恩来面色严峻 好 越快越好 部长们也散了吧 记住 坚守岗位 谁都不许躺下 于秋星同志刚才讲得好 共产党员活着干 死了算 大家都要有生命认禁 好不好 几位老帅留下 我还要和你们谈事情 看着副总理 部长们离开会场 听见谭振林在门厅里喊 个人的黑牌子 高帽子 个人拿走 留给总理算怎么回事 周恩来回到座位上 忽然脸色发白 闭上眼睛 张着口出粗气 陈毅 叶剑英 徐香前 聂荣真一见慌了 总理 总理 你怎么了 服务员 快叫医生 快叫医生 周恩来睁开眼睛 眼角浸出一粒细细的水珠子 老总们 你们咋呼什么 我没事 只是有点子累 胸口有点子闷 缓口气 歇一歇 你们坐下来 坐下来 和我谈谈军队的情况 保健医生 护士飞快地跑来了 周恩来挥挥手 没事 你们下去吧 我这里还要谈工作 保健医生坚持替周总理把了把脉 说 还好 但这是心脏病的先兆 总理 您就是快铁 也会累化掉 69岁的人了 周恩来说 你们紧张什么 我说没事就没事 下去吧 徐香前同志 你是军委文革组长 先谈几句 还有叶帅 陈帅 涅帅 徐香前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分电文 忘了忘总理 犹豫一下 说 好 我汇报 军委文革小组 被三军总部造反派冲击得没法工作了 我手头有几分金早上收到的集电 沈阳军区陈希莲司令员来电 昨晚九十有数千名造反派学生冲进军区大院 殴打警卫战士 纠斗军区领导 唐子安副司令员在纠斗中被打成重伤 有生命危险 目前 冲击仍在继续 我警卫部队不可能长时间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请军委给予明确指示 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来电 昨晚十一时 大约万名军事院校造反派和地方红卫兵 包围搜查了八名军区领导的住宅楼 一名副政委和两名部长被抓走 下落不明 请军委指示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处来电 福州几千名造反派 红卫兵冲击军区机关 抢夺警卫部队武器 叶飞政委被抓走 请军委下令 允许警卫部队自卫反击 周恩来仰靠在沙发上 苍白的额头上冒出层细细的汗珠子 徐向前见状立即停住 周恩来问怎么不念了 还有其他几大军区呢 徐向前忽然心里冒火 手头电纹朝茶几上一摔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捕 海军政委苏振华被押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在道 政委中汉华天天被批斗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亭被造反派抓走 至今下落不明 兰州军区司令员险横汉被造反派打伤 住进医院 周恩来坐直了身子 双目炯炯的望住叶剑英 叶帅 你是军委秘书长 有什么新情况 叶剑英一边擦拭着眼镜片 一边说 报告总理 昨天晚上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 空司和海司 也都受到军事院校红卫兵组织的冲击 空军司令员无法宪 海军副政委李作鹏 总后勤部 部长邱惠作 总政治部 主任肖华和副主任刘志坚 都被小将们抓走 到今天中午 还没有放回 总理 恕我直言 我看这是一次全国性行动 上下冲击军事机关 中央有大人物在背后唆使 策动 陈毅愤怒地拍打着沙发扶手 他们污蔑朱总司令是黑司令 贺老总是大土匪 大军阀 总司令 贺老总都被抄了家 贺龙一家妻离子散 这是对我们党 我们军队的最大侮辱 徐香前身子前卿 望着老上级州总理 带了几十年的兵 弄到这种局面 到处抄党政军领导人的家 连总司令的家都被抄了两次 何况我们 如果没人在背后指使 军事院校的娃娃们吃了豹子胆 一直未发表意见的聂荣真 这时插眼 总理 建议报告主席 军委应立即拿出条令来 现在不是一般的混乱 已经乱象军队 天下大乱 今早上我接到告急电报 新疆核武试验基地 甘肃九泉导弹试射场 都受到外地涌去的 红卫兵小将们的冲击 陈毅满脸通红 冲口而出 我看北京有一个乱军总指挥部 就在钓鱼台 中央文革 周恩来瞪陈毅一眼 告诫说 老总 把住你的嘴 和钓鱼台那边关系搞砸了 事情更难办了 我们是要立即拿出办法来 加强消防 不是一个一个军区的去消防 需要整体意义上的消防 这时 一名青年军人手拿一份电报告 快步进入会场 交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 叶剑英看上一眼 即以他的客家口音念将出来 南京许事有报告 一些自称来自北京的红卫兵 包围了军区司令部大楼 要抓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我们九后军委只是无者 以命令警卫部队采取行动 驱离闹事者 抓了十几个打人凶手 谁敢冲击司令部作战事 机密事 警卫部队格杀勿论 臣一听罢 大声叫好 许和尚是条汉子 干得好 叶剑英放下电文 两手一摊 下面的司令员 政委要采取自卫行动 我这个军委秘书长有什么办法 徐向前是许是有的老上级 眼镜放亮 我这位军委文革组长徒有虚名 也无能为力 聂荣真双手握拳 行 干 他娘的 狠狠的干 周恩来痛苦的闭了闭眼镜 随后有些艰难的站起身子 口气凌厉的对四位元帅说 老总们 不要逞一时之快呀 火上浇油 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 你是秘书长 立即通知许是有 就说是我的命令 把被抓的人放掉 任何情况下 军区警卫部队不得向学生开枪 这是中央的死命令 并告诉他 中央正在采取措施 要相信中央 相信毛主席 会尽快控制住局面 你们都站起来做什么 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 还一个个都是是的 坐下坐下我也坐下 下面再商量一下 叶帅 徐帅刚才你们汇报的情况和林彪同志报告过吗 叶剑英说 又病了 不接电话 我去过两次毛家弯只见到一次讲了几句话 说他也急 吴法宪 邱会作 李作鹏 这些人还是他的老部署吗 又说不要怕乱事乱了敌人 主席思想就是要通过大乱达到大志 徐向前说 我天天都往毛家弯挂电话 都是夜群街 我提出向林副主席报告紧急情况 那婆娘也去请示了 却回我话 向总理报告吧 总理会处理的 周恩来想了一想 说好 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些紧急情况 我初步想到以下三条 一 由叶帅徐帅负责 立即起草出一个稳定军队 禁止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委命令来 不要长 十条 八条即可 二 由中央军委下通知 派专机 把八大军区正在受到冲击 纠斗的司令员 政委 省军区司令员 政委 接到北京来 住京西宾馆 休息 养伤 学习 也是一种保护吗 三 考虑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 争取把全军 政军级以上干部都找来 可通知京西宾馆做准备 注意 这三条都必须等我面见毛主席 得到批准之后才去具体执行 夜 许你们抓紧时间 今天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去见主席 夜 中南海 陈毅在家里坐不住 不行几分钟 进到李富春的家院里 正巧 谭振林 李先念两位也在 李富春和毛泽东是长沙市郊 消息最可靠 不用说 大家都是向李富春同志摸动向来了 个头瘦小的李富春满面笑容 一口长沙香音几十年不改 陈帅 你可是稀客 来来来 振林 先念也是刚到 一起喝茶 扯谈 陈毅坐下 开口就问 富春 贺龙被软禁 第四号人物也说生到就到了 究竟出了啥子鬼怪了 李富春当时脸色一沉 陈老总 你问我 我问哪个 李先念叹口气 你是中央常委 这样大的事 都不知情 李富春说 中央常委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开过会了 原先主席委托林彪主持 林彪召集了几次会议 不干了 主席又委托总理主持 总理也有他的难处 主席 副主席不发话 他怎么召集常委会议 所以我只能告诉各位 不知道 谭振林仍是半信半疑 中央常委没有讨论 陈毅气愤的说 这叫什么章程 中央没有决议 大多数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被蒙在鼓里 就把党的第四把手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抓了 把军委副主席 袁帅软禁了 真是和尚打伞 无法 法 无天了 李富春 李先念 谭振林都一愣 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可是毛主席的名言 李先念手一挥 娘的 前天打倒刘邓 昨天抓走逃住 今天软禁贺龙 明天 后天 轮到谁 谭振林拳头 捶着沙发扶手 没人出面 我出面 我去问主席 我们党还有不有党计 江青喊了几句口号 就把逃住抓了 李富春闭了闭眼睛 说 谭老板 不晓你去放炮 总理已经去问过了 陈毅 李先念更为诧异 连总理都不知道 主席怎么讲 李富春急不情愿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纸片来 交给陈毅 老总 你给念念吧 是从总理那里抄来的 有江青和主席的讲话 不许扩散 陈毅朗声念道 江青在北大红卫兵大会上说 毛主席讲了 逃住这个人很坏 他来中央没有干过什么好事 他是刘少奇 邓小平埋在中央的一颗定时炸弹 必须坚决把他挖出来 批到批臭 谭振林说 这个演员一向假传圣旨 打着主席的棋子 也不知那句是主席的 那句是他自己的 口气都不大像嘛 只能骗红卫兵娃娃们 李富春说 谭老板莫及 听陈老总念完嘛 陈毅念下去 毛主席说 逃住问题很严重 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 我起初就说逃住这个人很不老实 邓小平说还可以 逃住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忠实执行了 刘少奇路线 我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将 四次报纸上有刘少奇的照片 电视里有刘少奇的镜头 这些都是逃住安排的 逃住领导的几个步都垮了 那些不可以不要 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不那不 教育部我管不了 国务院也管不了 红卫兵一来就管了 逃住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 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看来我们的中央委员 政治局委员 还不如红卫兵小将 陈毅念罢 手中纸片朝茶几上一扔 眼睛一闭 浑身疲软的养在沙发上 谭振林愤愤的说 我们这些老家伙过时了 没用了 那就叫快大富 聂元子他们来当副总理 当元帅 来领导军队和国家吧 李先念咬紧牙关说 娘的 打了大半辈子江山 干了几十年革命 倒是不如几个小王八蛋了 我就是不信这个鞋 出水才见两腿泥 走着瞧 陈毅睁圆眼睛 说 钱刚独断 如今整个是钱刚独断 忽然 陈毅警觉地坐直了身子 盯住李富春问 富春 你府上没有被装上暗器吧 李富春不知所指 暗器 我从来不读老十字武侠小说 谭震林说就是窃听器 贺胡子家就被安装了 听蒋年部队取消军衔 军装只配红领章 士兵两个代代 干部四个代代 贺胡子在家里抱怨了一句 操机八蛋 一身黄鼠狼皮 第二天就传到主席那里去了 富春呀 我最是担心 家里有活的窃听器 李先念说 我们身边的秘书 卫士 保姆 秦务员 谁都不知道谁 陈毅说 朝朝代代一个鸟样 李富春说 放心 在我这里讲话没问题 情况都是我自己掌握 主席对我放心 手下的人有事也不瞒我 门口一声报告 李富春的机要秘书 手持一份紧急电文进来 李富春看过电文一眼 念叨 上海百万工人阶级夺权成功 打倒旧市委 市政府成立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 上海公社 张春桥同志任公社第一主任 姚文元同志任公社第二主任 这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 继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之后的又一光辉篇章 谭震林愤怒的战旗 狗屁 狗屁 把上海市改为上海公社 北京 天津 武汉 广州 西安 也同同改做公社 钱翠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改成公社 改成中华公社好了 李先念颤着声音说 你以为他们不会 讲不定那天早上 电台一广播我们的国号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了 陈毅倒是比较冷静名字改过去还可以改过来 可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匹贤 市长曹迪秋都是红小鬼出身 党中央委员说声打倒就到了 张春桥 姚文元什么东西 两个摇尾巴的秀才 爬上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一 二把手高位 谭振林已经拿起了电话 接上海市委 什么 上海线路不通 全国各地都在往上海发贺电 陈毅说 要军委总机 转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也不通 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连个电话都打不到上海去 第二个电话都打不到上海市委书记